地藏菩萨的第一大愿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地藏经的第一品 刀立天宫神通品 第一品就是第一大愿 谁的神通 佛的神通也是地藏菩萨的神通 佛对文书施利菩萨说 文书施利菩萨听到佛赞叹地藏菩萨功德 文书菩萨请示佛 你说说的藏菩萨过去怎么修行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 有这么大的神通法门 神通表现在什么地方 佛向文书施利说 是地藏菩萨摩赫萨 于过去久远 不可说不可说节前 这是约十分说 他从什么时候发心 什么时候修行 他发心的时候 那个世界 那尊佛号 别号是什么 在过去久远 久节不可说的十分之前 地藏菩萨那个时候 是大涨者子 很有财富 很有道德 具足实德 那个时候有佛出世 佛的德号为狮子奋训 具足万行如来 这个长者子看见佛这么的庄严相好 千佛庄严是形容词 这个长者子向佛请问 佛呀 你发什么愿 你怎么样修行 得到这么好的相貌 狮子奋训 具足万行如来告诉他说 你想挣得我这个身吗 也想像我这么庄严吗 那你就要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 这就是方法 你想得到解脱 想得到幸福 就得发愿 第一就是发愿度众生 只发愿不行 还得去做 做就得行种种的方便善巧 我们就不说无量众生 像现在我们五百多人以上 若想度这五百多人 你发愿度五百多人 怎么做 每个人有很多问题 很多烦恼 不用说无穷无尽众生 我们就是几百人 再说一点 周围十几个道友 你能帮助他们都断烦恼 都解脱吗 有这个力量吗 有这个智慧吗 无量节时间是非常长的 处所是变法界的 佛就跟文书师利菩萨说 文书师利亚 那个时候地藏菩萨做长折子的时候 就发大愿了 我今进未来祭 这个可以用处所讲 没有边际 不分一切地处 变法界没有边际 时间不可季节 无穷无尽的时候 什么时间把众生度尽了 他就成佛了 不论出所 时间 只要有受苦的六道众生 天 人 阿修罗 地狱 鬼 畜生 六道众生 我广设方便 全让他们解脱 这样都解脱成阿罗汉都不容易 都让他们成佛 到那个时候我才成佛 文书师利菩萨 你要知道 底藏菩萨在狮子奋训 剧足万行如来前发这么大愿 现在经过多长的时间呢 已经百千万亿 那由他不可说节 时间非常的长 一直还是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地狱未空 众生界未尽 地狱空比众生界尽容易 地狱单说是地狱一道 众生界尽是六道都在内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度尽六道众生 世间再没有众生 全是佛 全是佛 这能做得到吗 他的愿力如是 做不到也要这样做 做得到也要这样做 有人就问我 那藏菩萨永远不成佛 我跟他的想法不一样 对这个问题有我的看法 地藏菩萨早已成佛 不过视线做菩萨而已 地狱早就空了 众生界早就近了 没有一个众生可度 也没有一个佛道可成 正的性空了 这是随顺世间 随顺众生 这是第一大愿